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时间还没到一个月我们又来装大飞机了 是因为大飞机的零件终于全部都到齐了 所以说这期视频一口气装七本杂志的内容 直接到一百期 整架飞机都完工了 历时两年这期视频终于是要完结了 说说是完结了 但其实也只是阶段性的完结 因为在此之后还会有50期增刊的内容 是SSP的背包 这期视频原本计划应该是在1月份的时候更新的 但是因为现在把计划提前了 所以说之后的SSP背包的话 会从2月份开始继续更新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这一系列的视频 好 其他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开工 首先是拿出上期视频装了一半的地台 然后在地台的中间要加上一块中控的线路板 这块线路板就是用4个螺丝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喇叭还有开关的排线插到线路板上 下面做的这一个是给飞机供电的一个支架 在支架里面是有藏着一个接口的 就是靠这个接口给整架飞机来供电的 卡在这个里面 这个接口因为我也没有测试过 所以说这一块零件先不上胶水了 先用一个胶布先固定一下 先夹阻一下 简单固定一下 然后再把这根杆子插到地台上 插到地台的洞上 把支架下面穿出来的这一根线 也同样插到线路板上 下面再来做的就是底座下面的底板了 这三块板都是木板 板和板之间的拼尖使用的是这样的铁板 总共是有4块 然后用螺丝16个螺丝 全部拧上固定住就可以了 16个螺丝全部都拧完了之后 然后翻过来 在没有铁板的这一面 4个角再加上中间贴上6个防滑垫 OK 然后再拿出上个视频的电池盒 电池盒里面装上4节电池 然后最后再把电池盒上的线 插在线路板的口上就可以了 原来这个开关是触摸的 并不用摁下去 轻轻摸一下它就点亮了 然后最后再把底板和底座进行合体 这边也是需要用螺丝来拧一下的 这个底座上竟然拧了18个螺丝 拧的我手都酸了 没事的话不想再拆开底座了 然后最后的话在底座的后面 再把电池藏给塞进去 然后在上面还会有两个撑飞机的支撑架 把撑杆也插上去 OK这样的话整个底座的组装就全部都完成了 下面就要做飞机的最终组装了 组装之前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就是有一些接口 把各个部件拼接在一起的接口零件 这些接口零件都是用磁铁的方式来固定的 磁铁是需要用胶水把它粘在这些零件上的 磁铁扎完了之后再翻过来 在零件的背后装上一块小的线路板 线路板上主要就是一个接口 是和飞机的机尾部进行连接的一个接口 这边是用螺丝来固定一下 然后最后再把接口零件拧到飞机的主板上 这是以前装好的一个零件 机器都装上去了 然后把它装在后面的位置上 这样子 然后用6颗螺丝固定一下 这个接口拧完了之后就暂时先放在一边 然后再拿出之后的零件 又是两个比较小的接口的零件 同样在上面也要粘上两块磁石 是一个比较大的两块磁石 这两块小零件是装在机身中间的这一块板的背面 要翻过来 然后装在这个地方的卡在这里 这样子OK了 这两个零件装完了之后再翻过来 然后前面就要装上机头了 感觉应该先把这个仓盖暂时先拆下来 会比较安全一点 里面的小人也暂时先拿掉 过后会翻来覆去的这样的安装 先拿掉 然后来翻个面 在背后有螺丝需要拧一拧 在背面有两个地方需要用螺丝来固定一下 机头的固定螺丝也拧完了之后 然后再要拧上两个支架的零件 是过后要在上面要装线路板的 这两个零件的话是装在下面的 装在这个地方 然后在支架上就要把最中的一块 最中心的线路板要装在这个地方了 过会把所有的线都要插在上面的 这个地方也有两颗螺丝需要固定一下 在正式插线之前 先简单的把线理一下 现在乱糟糟的一团乱麻 都不知道哪根线是哪根线 先简单的来理一下 产品当中也是有专门给我们 用于理线的固定的一个小的卡扣 可以把线嵌在里面 不至于让线乱跑 线全部都理完了之后 就是这样子的 所有的线头都跑到机身的背面去了 然后再给它翻过来 把这些插头全部都插到线路板上就可以了 身上的线全部都插到线路板上之后 就要拿出腿了 腿在装之前需要先在膝盖的地方 先要粘上一颗瓷石 这颗瓷石在粘的时候需要注意 有洞的这一面要冲上 然后需要把腿上的两个线 也插在这块线路板上 最后把这些线都离一离 然后这边正好是瓷石对瓷石 这个脚可以吸在机身上的 位置对准的话应该正好吸住 当然了单靠瓷石吸肯定是不够的 那么还需要再翻个面 在反面会有4颗螺丝来固定一下 然后另外一边的一条腿也是相同的安装方法 先插线然后再找位置 这条腿在安装上去之前 需要把手部的零件也需要同时装上去 手部的话这里也有个插口 这个插口是插在最后一个空的地方 装完了之后把手放在上面 把这条腿然后稍微离一下线 和刚才一样 找到瓷石的位置吸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整体翻个面 好重 这架飞机已经快完工了 好重 然后在背后用螺丝固定住 手和鸟全部都固定住之后 最后就要给这架飞机上 机背的零件了 这个大硅壳 这个大硅壳是不需要用螺丝来固定的 使用的是这种橡胶的 这种小的垫圈一样的零件 把这个零件卡在这个洞里 总共会有6个 1 2 3 4 5 6 6个点 把这个橡胶都卡进去 这6个橡皮圈都装完了之后 只要将机背部的6根凸起 插在这个橡皮圈上就可以了 插的还是挺紧的 OK 然后换个方向 把后面的机尾装上去 机尾的话是磁吸固定的 加上一个6PIN的接口 非常轻松就装上去了 最后在GFOOT下面 还会有一个B形态的头 要装在下面 还是先把飞机架到底座上去之后 再来做一些微调 这个飞机超级大 我都无从下手 不知道怎么去拿它 这样子 OK 我感觉这架飞机 至少有个6 7公斤的样子 我一个手拖起来很吃力 超大的一台 最后还有一些前面座椅的地方 要放一个座椅 然后驾驶员小人 然后上面的透明仓盖 OK 然后最后下面还有一把港铺 不小心碰到开关了 它就动了 吓我一跳 没事 开关一开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翅膀会收起来的状态 最后还会有一个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的结构非常简单 所以说也就不演示如何安装了 主要就是这个是面板 然后这个是下面的控制的线路板 然后把这样子盖上来 这地方有几个螺丝孔 用螺丝把它固定一下拧拧珠就可以了 遥控器非常大 上面按键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们先把它拧一拧 然后上电池来实际演示一下怎么使用 那么历史两年这架飞机终于是完工了 终于最后来看一看怎么玩了 我们来转一个方向 把它转到正面来给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首先在下面会有开关一按 就会有声音 电源打开了之后 它会恢复到一个初始的状态 就是机翼会收起来 然后后面的推进器的地方 会稍微调整一下角度 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角度 然后下面就可以来按遥控器了 遥控器上面会有一个开关 在这个角上一按 会有个绿光会发光的 下面会有很多的按钮 比如说像这一个 来随便按一个 像这个窗盖的打开 声音好响 这个音效比我想象中的要好 我本来还以为就听个响 没想到还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是前面的 显示仪表盘的地方的一个灯光 来看看这个机翼 机翼这边在上下的摆动 OK 然后后面的推进器的地方也可以动 上 两个 然后后面发动机的地方也会有灯光 在这个里面 临床感还是非常强的 灯光 看到这个机身身上的灯光都开始发光了 对吧 然后还有前面起楼架的地方 也来试试看 都可以正常的展开 太帅了 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就是在遥控器的最上面 这个红色的最大的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是起飞检查 就是它在出机之前会有一个 就是各个功能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模式 就是按这个按钮 来试试看 起楼架会打开一下 这个就是准备起飞时候的一个状态 然后发动机开始响了 然后起飞了 记忆展开了 哼哼哼 这是起飞了 然后起楼架全部都收起来了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出机的过程 从检查 然后到上甲板 然后到起飞 太爽了 有没有 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些武器的音效 像导弹的 然后反应弹的 大的反应弹 还有正常的狗斗弹 摁一下发射一发 然后还会有头上的头炮 那个声音 然后还有港破抖 这个声音 武器 这个音效还不错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最后这边还有个红的按钮 是一个归位键 摁一下之后 它就会恢复到最原始的状态 还挺好玩的 好的 因为这期视频时间有限 就简单的测试了一下 这家飞机身上的可动 还有发光机构有没有问题 幸运的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这样的话 过两天 我就会把飞机身上预留着的 一些螺丝的盖板 还有没有上胶水的地方 都会补上 然后都会做一个最后的调整 全部都调整完成之后 我会重新再录一期视频 仔仔细细的 把这家飞机身上的一些细节 还有遥控器上的 每一个按钮的功能 都会完整的 重新演示一遍 包括光效还有音效 都会重新再演示一遍 希望大家再等我几天时间 好的 今天已经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了 在这里还是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工作学习顺利 身体健康何家幸福 我你要准备大扫除一下 然后出去买菜做年安饭了 最后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明年再见了 拜拜